台南女儿 美国晶片大厂超围执行长苏之锋 带领亏损多年的超围走出困境并转手为攻 让超围股价今年来大涨200% 事实上自从苏之锋接任执行长以来 超围股价今年来大涨200% 所以股价更以狂飙800% 苏之锋1969年出生于台南 三岁时跟随父亲移居美国 大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毕业后先进得宜 随后到IBM担任半导体研发部门副总裁 2004年开发出Sale微处理器 用于Sony PS3微软XBUS 360 苏之锋赢得游戏精女王称号 2012年超微亏损超过10亿美元 苏之锋接掌后裁员整顿 靠着新PC、伺服器晶片和GPU产品杀回市场 我会说AMD喜欢PC 如今超微以超车回答 发表全球第一个7奈米GPU 苏之锋在2017年登上财新选出的 全球伟大领袖榜内 动新闻综合报导